军武次未免,无限剑制四雷火勇,到处开花,最近几期军武电影, 军武军推荐的基本全都是外国的高分战争枪战片,在让大部分观众打呼呼引的同时,也引起不少珍迷的疑问,都是外国大片,我们什么时候能拍出这样的战争片呢? 红海行动很好,但数量还是难以满足需求,啊,诚然近年来我国的优秀战争片却是比较稀少,但也有助如红海行动,等优秀战争集材电影, 实际上,沃国的战争片,也曾有过黄金岁月,在建国初期就出现了一大批影响后世纪代人的战争佳作,其中地雷战更是成为快食人口的电影,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三战电影又被很多人批判指责成为争论的中心,地雷战为何能成为几代人心中的经典? 就是因河而保受非议,本期军武电影《军武》,军就来说说,关于地雷战事儿,当时的工方海报,有些解录注意看左侧, 年兵传统教育片地雷战虽与地道战,南京北战并称为三战系列,但前两者与后者分别属于军交片,军事故事片两个不同的类型, 无论是海报还是宣传划策,地雷战都标注着教学片三个大字军事教育片,实际上是科学教育片, 适用以赴道军队,民兵从事军事训练,军事教学或用意向一般观众普及军事知识的影片, 地雷战就是教学对象面向广大民兵的专属教学片,影片曲, 才与山东海洋县人民群众用自制的土炸药,制造地雷抗击日头的故事, 经典老照片,华北地区年兵埋设地雷影片,真实反映, 了抗制战争时期交通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在年兵运用地雷打击敌人的故事中,穿插了各种教学内容, 八一产出品,避暑精品盖片由大名鼎鼎的八一电影制片产出品, 一经上映就收到了全国观众的一致好评,甚至是热烈追影, 直到现在这部影片在我国观众心目中,也可称得上是经典之作, 改片在当时对部队训练及民兵部队教学,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可观地说,地雷战在艺术上的价值与基军式教育价值相比, 还是有所欠缺的,部分剧情有些过于夸张, 但在传授有关地雷的军事指示上,本片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细致全面, 注意片头,日军操作,子弹筒, 与92世纪枪的尽头相当标准的动作, 首先在对地雷工作原理,种类,突发地雷制造等基本知识方面, 该片用几个战力将压发雷,半发雷,触发雷,拉发雷等几种地雷的实战用通俗, 直观的方式表现出来,地雷加极数手榴弹, 制造大范围爆炸用来对付敌人的大队集群通过主角带领群众制作土地雷等片段, 把地雷内部构造,如何制作建议地雷,等这些适用军事知识展现给了观众, 当然,真实造地雷并没有电影中那么简单, 普通老百姓通过电影掌握制雷技术也不现实, 因此影片中并没有, 种种描写, 影片中群众制作石雷影片的精髓, 在于对地雷布放知识的讲学, 影片中的多个不同的战斗描写对应了不同作战环境下的地雷运用, 突出阴地制一制一中心作战思想, 在崖地上布放地雷制造过是滑坡, 例如在影片开头, 主角迷兵照顾在山地遭孕育军并被追击, 山地地形比较复杂, 且被敌人追击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射地雷, 这种情况下, 利用山地只被遮盖, 使用短时间内即可完成, 布放的拉霸雷是最好选择, 其实这种拉霸雷与现在的二一敌相似只有爆炸时间可控, 布放时间短的优点, 在瑞伟军扫荡村庄时, 通过预先哨兵传达的情报, 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埋射压霸雷就能起到有效致缓敌军进攻的效果, 在村庄大陆上埋射压霸雷, 在影片莫尾日伟军进入村庄后, 利用房屋中的瓶罐、家具, 就是可惜了这一罐好酒, 手动鞋也不知一定数量的触发雷鬼雷, 万发雷, 可以有效杀伤敌人, 现实中把陆军用数据制作出发型鬼雷影片中, 对围绕地雷战的游击战法也有一定的讲解, 甚至包含了麻雀战, 地道战等其他经典游击战术, 总的来说可以用片中一句很经典的话概括, 虚实实实, 真真假假, 死雷活用, 到处开花, 地雷战也为后世贡献, 那么诸如偷地雷的, 不见鬼子不拉几本经典流行于近年来, 出现了大量诋毁革命先烈, 至于红色, 文化, 革命战争的案例, 作为一代经典的地雷战, 也被很多大内功之所批判, 大多是说地雷战土造地雷威力根本炸不死人, 地雷战战户很小, 地雷只炸敌人, 不炸老百姓, 等等, 对于这些人, 中武军只想说, 事实上, 八路军早在1941年, 就组织人员, 编写了地雷课本, 在地后普及地雷战法, 同时地雷战也得到了当时, 一大批爱国科学家的技术, 物资支持, 1972年版的地雷教材, 当时殖民物理学专家叶寝孙及其学生, 不仅为八路军集敌后武装提供力研发地雷, 雷管, 烈性炸药的技术支持, 还通过人脉, 从敌战区源源不断, 运来大量军火源材料, 所谓, 只占日军不占大陆百姓, 的地雷, 是有原型的恍然起爆雷, 前台后发雷军, 可实现在各方帮助下建立起的黄甲洞, 其中根据地等军火场, 逐步具备了大批量生产地雷, 手榴弹, 服装子弹的能力, 并能修理各种枪械, 基本保证各地区地雷战, 游击战的需求, 大量边缺冰工厂制造的地雷看得出生产工艺, 基本实现了标准化, 故所谓地雷威力不足, 并不是普遍现象, 民兵, 野生安地雷威力的差别, 大多也是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 下台使用土制地雷, 而且地雷本来也是以杀伤为目的, 如今大部分反步兵地雷, 的威力只够下短一条腿, 故意不将士兵罩死, 用来拖累敌防后勤, 在网上说, 游击队的地雷威力, 小诈不死人的大V, 我只能送他两个字, 去忙, 真实照片中年轻群众制造土地雷至于战火, 日军在战爆中一般, 不将被地雷造成的人员损失去为战损, 而大多是已是故记录, 但根据一些普通日文兵的战后回忆录, 暂时日记记载, 可以确定地雷战确实给日军,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与心理震慑, 在小校中小心翼翼前进的日军, 例如原日军独困第五旅团第十二独立警被对卫生操场伤到截狼, 他所做的战事回忆录, 华为战绩记清楚地记录了1943年4月至5月间, 日军出动两个大队人马, 在山东高远地区高逃白八路军, 却遭遇地雷袭击, 死伤十多名日军的战力, 书中任何了敌后武装的游击战, 并愿为游击战, 加速了日本的败王, 同时书中也对八路军, 新四军的作战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八路军, 新四军并不是一般的土匪, 他们是很优秀的军队, 根据我军官方记载, 仅在山东海洋地区在八年抗日战争中, 海洋第一号武装力量控作战2000与次, 必伤伏敌1500余名, 缴获各种武器600余剑, 涌现出现以上英雄模范, 500多名, 战斗之后, 我军战士清点战利品地雷战主角赵虎, 就是以当地年兵地雷战模范于画虎, 这首幅为原型创作的艺术形象, 聚集于画虎也参与了地雷战的排射指导工作, 爆炸大王于画虎具不完全统计, 仅于画虎一人, 通过地雷战术在三年多的时间里, 就击杀了171名日北军, 并创一雷杀伤几个敌人的记录, 解放后他被授予全国民兵战斗英雄称号, 受到了独为国家领导人接见, 十号田上将接见于画虎, 如果地雷战都是虚斗的, 地雷战又怎么会获得敌我双方的一致认可呢? 姚莲自然是不攻自破了, 解放后, 民兵英雄赵颯福, 为学生讲解地雷战不可否认的是, 地雷战这部影片的确有许多夸张, 艺术家功德不足之处, 例如几位女民兵大无需发, 利用铁炮就把全副武装, 的鬼子玩得团团转, 片尾的地雷到爆炸, 更是营造出榴弹炮团轰架的效果, 这个火力覆盖, 确实夸张了点弹中武军, 还是要再明确一点, 但偏是军教偏, 他的军事教育价值, 是绝对大于其艺术价值的, 很多人把他当作战争计时骗看, 自然会感到突兀不符合现实, 但他形象过于脸谱化, 也是当时电影的一个通病, 为了在75分钟内把所有地雷战术, 完整形象的介绍给观众, 进行一定的夸张艺术家公事在所难免, 要知道影片里讲述的地雷战, 现实中可是打了至少整整四年, 在天幅的限制下完成如此红打战斗位的展现, 并不容易, 沙东海洋秀美风光地雷战最主名的战场之一影片拍摄于1962年, 政治中速交物, 美国对华和俄战日益猖狂的时期, 面对严峻国际局势, 地雷战等军教片的诞生, 也顺应了当时我, 国神蛙洞, 广基良, 七亿青年七亿军, 万里江山万里云这样的全民被战思想, 60年代手持56式的女民兵, 同时通过浪漫主义表现形式, 起到了提振全国殖民士气, 增强民聚力的作用, 可以说地雷战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 60年代共人民兵方战接受检任, 所以军武军觉得在片荒的时候, 看看这些经典战争电影, 也不是为一种享受, 一部经典老片之所以耐看, 就是因为每看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也期望我们的革命英雄, 红色文化, 经典作品, 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 历史不容亵渎, 不尊重英雄, 不铭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 平行观大截后展示战利品的《八路军战士们》 2018军迷的大型线下聚会军武加联, 华江与9月22日在北京举行, 我们为你还原二战军营真实场景, 并打造国内首场军事音乐节, 活动详情及购票方式, 请打开微信, 搜索公众号军武优选即可获取, 女士高政力的法治文性费票, 我尊重英雄论黑志したfect行丝, 置入了 затем孤立成为rog合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